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我们中文的摄影频道你只要是讲器材 无论你是在YouTube或者说在Bilibili 你只要讲的稍微好一点 一般观看量阅读量都是蛮高的 但是在一些英文的摄影频道里面 讲器材的一般阅读量这些并不高 反而是讲他自己的摄影故事 摄影经历 摄影技术讲这些 他的点击量是非常高的 其实我真的没搞明白我们华人圈 华人摄影 为什么这么多人就迷信于器材 我真的没搞明白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道理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好 我们聊回主题 那么肯定有同学会说 那肯定是摄影技术最重要 是吧 这个器材那只是一个辅助 摄影技术 高车的后期修图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可能看过我之前很多视频的同学 不论是我在前期拍摄的一些视频 或者说我后期修图的视频 我反复强调说什么最重要 自己的审美最重要 那么审美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如何来提升自己的审美呢 可能大家知道 我其实并不太擅长做这种 就是过分理论知识 讲理论知识的视频 我也做这个视频之前 我也做了一下功课 我尽量给大家说的通俗 易懂一点 审美呢 说的大一点就是你自身的美学修养 那么美学修养和什么有关呢 这个往大的说就非常多了 我觉得和你自身的文化修养 然后美学修养也算一个 比如说音乐啊这些历史啊等等等等 非常多啊很广 都有对自己的美学修养 都有影响 其实呢摄影技术 你只要舍得花时间 花功夫去钻盐 一般来说啊半年时间 就能把所有高超的技术都搞明白 都知道了 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个美学修养 是提升起来啊非常困难的 我经常啊在网上看见有什么 介绍的摄影视频呢 什么八分钟啊学会摄影 十分钟学会后期修图调色 啊我招学会摄影 哎我真的 因为你知道我从2011年开始啊 我就摄影 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敢说自己摄影了 大师啊什么学会摄影啊这些 因为我觉得啊你任何这个事物吧 你要怀着一个比较谦虚的心态去看 去不断的学习 这样的话才你能不断的进步吧 好虽然说啊审美这个东西提升起来 确实是蛮困难的 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吧 能稍微快速一点提升我们自己的 至少是摄影的这个美学修养吧 我跟大家提醒几点啊 其实也不叫方式方法啊 首先呢你的这个世界观要大 可能有同学会问啊 哇什么世界观什么东西啊 这样说吧就是 你别老是在什么微信群啊 微信朋友圈里边活动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首先你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呢 眼界你知道吗 你眼界就没打开你 你所了解的这个摄影啊 就可能只是停留在 你那几百个朋友圈好友里边 或者说有几个微信群里边 这个摄影水平 或者说你喜欢上微博啊 因为大家知道微博上的摄影水平 说实话真的不咋地啊 嗯都因为微博上最主流的这个摄影照片 可能就是小金星人相照啊 这些啊等等这种啊 就是我所说的就是 你别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边 你必须要放开眼界去探索去探索去发现啊 但我并不是说反对你用微信啊这些 因为我自己也用微信啊 呃就是说你别在一个平台上去学习去看 你比如说国内的话 我们可以去图虫啊这些啊是非常好的啊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 无论是拍人像啊拍风光啊拍人文都有 其实有许多拍的好的摄影师在里边 那当然我也自己在里边啊 还有比如说500px面啊这些 在国内都是可以登录的啊 好然后比如说微博呢 那微博呢它是比较中和的嘛 微博的摄影水平呢 说实话整体是偏低的 嗯就是可能最主流的呢 是拍一些小青星啊这些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啊就是要多元化 多平台去学习去看 好如果你能上国外的一些网站嘛 你就可以去比如说500px啊就是国际榜啊 500px就是国际榜啊 或者说这个Instagram 还有比如说EAX上去看这个摄影的一个 当今世界的主流摄影是什么水平 好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整体世界光啊才大 你的这个整体摄影水平啊才会得到提高 如果你老是在一个圈子里边 你的摄影水平那永远是 最多也是在这个摄影圈子里边最高的 你永远是拍不好照片的 好这个是其中一点啊 好还有呢就是什么呢 你去看大师的照片 好我强调一下是大师的照片 不是那些就是那些伟大师啊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推荐几个人啊 好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是图宠里边啊就能看的 你不用去翻墙啊 那个胡一鸣啊这个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华人摄影师吧 在美国的 好他的这个摄影作品呢就是整体倾向于前期的拍摄 因为这个人我认识啊我们经常在网上有交流 他的作品呢也不是像现在很流行的什么魔幻风啊那种啊 都是比较偏前期后期是比较少的 就是比较细丽吧他的作品 啊这个人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啊 比如说像这些照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你在看这些照片的同时啊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比如说这个照片的解介啊这些啊 是吧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些 呃当时是怎么拍的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他的呃器材的一些参数啊啊 你在看这些作品的同时 你一定要看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漏图啊 你看比如说这张照片啊前景有非常漂亮的鲁冰花 然后中间呢有这个冰川 然后远景呢还有这个很多的大厂 好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日出还是日落啊 反正天空是非常漂亮的 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张风景照 好这个人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我反正是挺喜欢胡一鸣胡大师的作品的 比如说像这些照片也是 你看他的照片整体是无论是边缘还是中心啊 这些啊都是非常细丽的 都无论你是看哪里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好这个人呢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 好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啊 这个当然你需要上这个500p 就是翻一下墙了啊 他的整体摄影风格呢就是那种 魔幻风格比较偏啊就是后期稍微重一点啊 其实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大家可能知道我的摄影作品其实后期也并不多啊 我是跟那个刚才我说的胡一鸣 这个胡大师整体的摄影风格吧 是差多的都倾向于前期拍摄 后期呢并不算多啊 当然了这个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摄影风格啊 我并不是说他这种魔幻风后期重的风格就不好 这个每个人的审美啊或者说观点不一样 你不能说觉得他后期多那就不好是吧 他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 这个也是非常漂亮 其实在500px上或者说insterground上 有非常多的摄影大师啊 你都可以去学习 好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个啊 这个是比较一个小众的一个摄影师 他是专门拍一些树的 你看拍一些树 他的一些树的作品非常不效用啊 这个早上呢 反正他的作品基本上不是树 他就只拍树 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 我会把这几个人的名字啊 这些都在我自己的这个视频下方啊 给大家写出来吧 好然后你把一张自己的摄影作品 无论是分享到哪个社交平台的啊 无论是你的微信啊 这个insterground啊 图虫啊等等吧 如果有这个人他提出一些就是 你这张作品你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啊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是比较好的 当然呢那种就是那种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们国内特别是有些喷子比较多啊 那种就无论不用去管它 怎么说呢你要虚心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啊 特别是对于一个就是你自己知道他比你拍到好的人 如果他能给你一些意见 那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啊 因为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啊 提升自己的整体作品的最快最捷径的方法 就是你能面对面和一名摄影大师去拍一次照啊 那么可能你给他十天那么给你带来的 你自己如果一个人去慢慢探索 节约到时间可能是一年甚至是更久 五年十年都有可能 所以呢就是你要虚心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即使是一个不懂摄影的人吧 他可以提出意见 我觉得只要他不是那种喷子 我觉得你都可以尝试去接受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啊 我跟大家说 我每修完一张照片嘛 我都会叫我老婆啊 来看一下哎 这张照片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缺点 因为我老婆 大家知道他是不懂摄影的 完全不懂摄影的 但是呢我就是要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一些结果 他虽然说不懂摄影 但是他也是就是有自己的观点吧 来 嗯 嗯 当然他说到这些观点 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是吧 嗯 当然你可以叫更多的人来看比如说的朋友 这些 好还有呢就是 你如果想提升自己的审美啊 你别去看那些很高深的东西 什么感觉很高大上的 什么世界摄影通史啊 摄影发展史啊 什么艺术啊 那些东西 什么那种摄影抽象拍印象拍的 就是怎么说呢 我并不是说那些人拍的不好啊 或者说那些书写的不够好啊 你首先要看你看得懂的东西 你知道吗 如果你在你现在的审美 比如说你觉得 哎 雷宇拍的不错 那你就看雷宇的 好 那么如果你觉得其他还有一个摄影师 比如说 迈克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等等啊 那你就去看他的 就是你要看你自己看得懂的 你别去看什么走起来 你就看什么很高深的 什么那些什么印象拍啊 那些东西 好 这些东西什么时候看的 就像我现在啊 我就有时候去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摄影的发展史啊 摄影艺术啊 这些等等这些比较抽象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到哪个阶段去看哪方面的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摄影呢是需要不断学习的 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 哎我雷宇拍的可能还可以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啊 确实我的照片呢还是能够看的 不差 但是呢我还是想提高啊 那么我现在怎么来提高呢 我就需要去看一下 这个比较抽象的 比较这个 这些去理解一下其他 这个就是怎么说了横向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看一下绘画啊 这些 因为其实我们的审美啊 和很多东西都有关联 比如说画画 或者说音乐啊 跳舞啊等等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你重向如果说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 你叫我去看那些抽象拍 比如说梵高那种画 说实话到我现在为止啊 我现在还是没搞明白 就是没太明白啊 知道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横向的 去学习一下 比如说画画啊这些东西 来提升自己的审美 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啊 好刚才说的有点高声啊 其实总结来总结一下吧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跳出你自己现在的一个圈子 知道吗 你要多平台去学习 多这个各个媒体去看 我并不反对你在微信上学习 但是你在微信上学习的同时 你可以去微博 去图虫 去500px 去阴斯特瓜 去什么这个等等等等吧 反正就是要多元化多平台 打开自己的眼界 你的这个就是说大一点 叫世界瓜 你一定要够大 还有呢 就是多看大师 真正大师的作品 好这个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提升自己审美的一个思路吧 一个也算是方法吧 给大家分享啊 好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点赞分享啊 最重要的就是 关注我的频道 每周一期摄影相关的视频 好谢谢大家 下周再见 拜拜